您好,我是Sarah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康乃馨 所用的材料非常简单 抽纸,水彩笔 毛绒线 首先我们把抽纸对折 对折之后呢,我们再把它三折 这样我们做出来的花朵就和真实的郁金香花朵大小非常相似 当然也可以两折 这样呢,花朵就略微大一点 然后用小剪刀顺着我们折叠的线 轻轻剪开 剪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 剪刀的尖不要对着自己 一定要对着外面 剪好了之后呢,把它们轻轻的分开 变成三层 因为我们刚才给它三等分了 现在有三层 把这个纸窄边对着我们 然后开始折 宽度随意 可以小一点 也可以用收的方式 每次折的时候呢 让它像一个折线啊 不是卷起来 是让它像手风琴一样 有一个皱折 这个目的呢,是让一会儿我们的花瓣能够更蓬松的打开 折好了之后呢 用手指紧紧的捏着中间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我拿了我刚才的绒线棒 绒线棒中间有一根铁丝 所以它很容易呢,就把它给固定紧 你可以一头拿着这个铁丝交叉 另外一手呢,拽我们的纸抽 这样很快就可以把它给固定住了 固定住 就可以把纸巾啊,分分层 纸巾呢,里边一般是有两层或者三层 那么再把这一层里面还能够再分出更细的层 分的时候要小心 分得越细呢,这个纸就越容易破 小心的把它给分开 我们可以先分开再涂颜色 也可以先涂颜色再分开 如果是先涂颜色再分开的话 一定要注意涂完颜色 要让它稍微亮一亮 因为水彩笔会把这个纸弄湿 湿掉的纸杖呢,韧度会降低 很容易破掉 竹层分开手法一定要轻柔 不能着急,要有耐心 竹层分开之后 我们就拿到了一朵白色抗耐心 我们把中间黄颜色涂上 然后让它当花蕊 小心的涂一圈 再把剩下的几层用紫色涂一个边 涂好之后用手调整一下花形 要保证每一层都分开 这样呢,花朵比较蓬松 花形比较饱满 我们的一朵抗耐心 马上就要做好了 同样的步骤我们多反复几次 边上可以涂上不同的颜色 就可以得到一束很美丽的抗耐心啦 你学会了吗 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课啦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